大家好 今天封面逐漸要接近台灣 在今天白天其實各地可能開始會有一些 零星或局部的降雨 尤其在中午過後降雨會比較明顯 要特別留意的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這一段期間 這段期間降雨在西半部地區會比較明顯 可能有局部大雨發生 更有可能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這一段期間 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特別留意天氣封面影響的狀況 而到了明天白天其實都還在封面影響的過程 所以其實明天白天中南部地區甚至花東 可能降雨的情形都還是比較顯著一些 那後續跟的是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明天這段封面影響之後 後續是有東北季風稍微降溫的情況 而在後天週三之後的天氣 大致上會恢復為比較穩定的天氣 不過後續的動態如何可能還要留意 目前我們在東南方海面有一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先從今天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附近可以看到 比較明顯的封面結構在台灣的北邊海面這邊 今天白天這封面會逐漸在接近台灣的附近 因此在今天西半部地區 不定時其實會有一些零星局部降雨的情形 那特別是中午過後 午後發展的情況會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其實今天白天外出一定要記得系列語具備用 而在封面前緣其實是比較熱一點的狀況 所以要留意溫度也會比較高也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台東地區可能會有局部降雨發生的情形 而這個封面預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這段時間會通過台灣 那在通過影響的這段期間 要特別留意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台灣西半部地區 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 短延式強降雨或是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 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我們先從目前的雷達揮布圖來看到 好目前在台灣北部其實會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形 那預計雖然目前中南部地區雲量是比較空的 不過預計到中午過後 午後對流的發展包括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 所以今天外出要記得系列語具備用 而在整周的天氣預測方面 大致上要留意的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西半部地區降雨的情況 好那在周三之後大致上天氣算是比較穩定一些 大致上是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是花東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而在山區可能也有一些 局部零星的午後降雨的情況 而主要天氣稍微有點變化 大概是在周日的時候有一點東北風南下 到時候在東北部地區或基隆北海岸 會開始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那要特別留意的是我們今天要 留意一下今天的定量降雨的圖 在這就是今天白天的定量降雨圖 所以在中午過後的午後降雨 還是以各地的山區會比較明顯一些 中南部地區可能也是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北部也是零星的降雨的情況 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一早的這段情況 這段時間大致上在西半部地區 降雨會比較明顯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 西半部地區其實都有可能有 短延時的強降雨的情況 累計的雨量有可能到局部大雨的情星 所以這段期間要特別留意 而到了明天白天的狀況 大致上中南部地區 花東各山區 甚至北部其實都還有一點降雨的情形 不過降雨情形會越來越趨緩 到了明天晚上之後降雨的情況 大致上會比較偏向南邊一點 因為風命就逐漸這樣通過了 那以溫度來講 其實今天的白天溫度算是比較高的 那在今天台灣北部 是以白色這條線條 其實北部地區高溫可能來到34、35度 那其他地區高溫也可以來到30度左右 要特別留意的是在台東地區 可能還是有局部焚風的情況 所以目前我們其實有針對台東 發布橙色的高溫資訊 那花蓮也有黃色的高溫資訊 那今天晚上風面通過之後呢 明天白天風面影響通過之後 後面是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溫度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降 北台灣大致上會降到21到23度 算是比較偏涼的情況 而其他地區溫度也會有降溫 那其實這個東北季風影響的情形 是比較快一點的 所以其實到後天晝三之後 氣溫又會逐漸的回升了 所以後續的天氣算是穩定 氣溫也還算舒適 那接下來要講一下是 目前馬蛙颱風 今年第二號颱風的最新的颱風動態 其實在台灣的 東南 俄倫比的東南東方海面上 大約3200公里左右 馬蛙颱風還是持續 那目前它已經是 增強為中度颱風了 那未來其實它還有可能繼續發展 繼續增強 預計呢在後天 就是24號這一天呢 大致上就有可能會增強為強烈颱風 那它的路徑大致上還是先以 北北系的方向 移動 那之後大致上在 週三之後會受到北邊這邊 海面上太米洋高拉的影響 會慢慢轉為向 西北系列的方向移動 其實到了 菲律賓東方海面 台灣東南邊海面這邊 它的路徑其實還有不確定性 因為距離台灣非常的遙遠 所以還要留意這個颱風 可能在 周末之後 到了這邊附近的位置 再留意它最新的動向 它有可能稍微偏北 有可能是稍微 往東接近 菲律賓旅宋島的狀況 所以颱風的路徑目前還有 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請大家多加留意這個颱風的動態 好那 最後 就是 到時候的整個台灣 受到這個颱風的 颱風的環流的影響 可能 可能還比較不確定 所以要留意這個颱風的位置 好 那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要回到這張圖 就是 以我們一周的天氣來看 我們的降雨可能要留意的 還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這段時間 那 這段期間還要留意 除了封面通過之外 可能沿海還是有較強震風 另外台東 可能還是有焚風發生的情況 所以 這些還要請大家多加留意 最新的天氣資訊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氣說明 明天的天氣 這段時間是一個 班機的銀行 把泡泡過之外 這段時間是最新的